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半日收报3068点跌3点 而深证城市反复向下下市1038点的水平 半日跌81点报10327点 而创业板指数跌幅较大 半日报1759点跌23点 而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半日收报30310点跌108点 而国企指数跌21点报12033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半日报485亿元 而这一节我们就请来Stanley跟我们跟进一下香港股市的情况 Stanley 你好 你好 看到港股上星期五跌300点之后 今早的股市仍然持续 看图表就看到恒指可以说是在收窄三角形里面 未来是否都等着突破 大家都应该等市况有明确的方向才再入市呢 好东西啊 收窄三角形里面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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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法 大市的而且确 现在处于一个比较拘据的门局 你说是否等着一个突破点 我都觉得我有点认同 你这个国家有点认同 不过就是说现在有没有一些消息 是能够触发这件事出现 似乎大家都在等 是 其实今天说的算是很厉害的了 就是你想想回头 美股都跌了二百多点 但是你说这一边 反而那个跌幅又不是很多 甚至你可以说是出这个无定向风 你看到今天的时间又叫做是 曾经升过 又升过又跌过下去 基本上都好像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但是也正常的 因为始终有很多的变数都仍然存在着 特别是今个礼拜这个时间 因为如果说一些消息面上 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可能是科技类的相关的板块 因为苹果又跌得比较多 科技股的行程又比较远一点 这都挺拖累了大事股的表现 另外就是说可能大家不断在说 一些贸易战这些因素 都还是要看看 究竟特朗普分成资有没有打下去 还有就是说其实不经不觉 这个美国的十年期债息 剪转之间又回到大概是三厘 这些位置 这个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因为如果假设又回到三厘 你又不知道美国当地 会不会有些比较大的震荡 年代之下 港湖这边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只是一个初步看 你可以说三万点这个位置 都还是一个支持 不穿三万点这个 这么大的心理关口位 暂时又不需要那么担心住 但是大市有没有一些可以说 憧憬它有些比较好的表现 好像真的没什么 那不是有没有 跟上星期一样 都是三万一附近拉锯住先 都是上海锯住先 没错了 讲完大市之后 就想和Stanley 讲一下个别的板块 或者个别的股份 首先就讲一些手机设备股 可以说这个坏消息一单摘一单 Stanley有苹果 有台积电 之前有中兴 这个板块其实近期都处于这个弱势 看到讯宇今早曾经跌超过百分之百 而瑞星科技也曾经跌超过百分之五 没错半天跌幅都收窄了 你又怎么看这个板块呢 是否大家都不如沾手住 还是趁机撈底呢 有些无无辜沽沽 都可能逐样的和大家分析 拆解一下 苹果那边真的需要自己 苹果这一转的时间 都不单单是手机的了 即是你说iPhone X和X 都讲足了三四个月很多 多个月 多个月 因为现在撞醒开始业势期 大家都担心业势出来 真的会走样 另外其实本身 他们有一个 叫做语音产品 在美国发售过 但好像又不太碰 所以你只可以说 在乔布斯之后的Apple 发展方面 似乎都跟之前比 都真的不太好 遇到很多发展的樽頸 所以股价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变得比较差 上个星期 例如累積的跌幅 都比较百分之五点多 都比较差 而连带之下一众的首次被估 都真的受到一些拖累 其实都不止的 即是如果你再赖上 可能信誉去看的话 信誉又 其实苹果又不会怪事 但是 另一方面 他那个大客华为 又比这个 美国局那边 又说他涉及一些 叫做间谍商业的隔壁活动 这些东西 对他可能 可能大家会担心 你说这个 即是华为的消息 会受到一些影响 连带之下 连信誉都跌下去 但是就很间接 而且你说是否真的会这样 我真的不敢看 不过这些消息 隔不止 又会说 即是你说 华为、中兴 常常涉及一些 好像你说的 什么间谍活动 隔不止又讲一下这些东西 所以我估价 又因为这样 而有一些比较大的 叫做下跌 不过就怎样都好 我觉得有 美资那么差 而且 其实 就是刚刚看起来的 叫做估值上 其实现在真的不贵 即是你说 之前 可能你说他们在 17多 17多 这些位置的时间 可能你说真的 可能价格未必说 站得稳 但是到现在这些水平 其实这些价位 我觉得是吸引的 所以有货 就好像肯定有货 没有 先拿着它 甚至乎 如果要穿130的话 我都觉得我会 考虑再加注 好 看到信誉 半天 每天收报134.7 跌超过5% 而瑞星科技 半天收报119.1 跌近2% 说完这些股份 就想和Stanley 谈谈腾讯 因为看到今天 又再跌穿了400元 这个心理关口 半天收报394.4 跌近1.5% 下个月的16日 腾讯会公布第一季的业绩 亦发表了一个报告 预期腾讯的手机游戏 会有强劲的增长 另外也说 他微信朋友圈的广告 和小型游戏 都会带动到 腾讯的广告市占率 预计第一季的广告收入 就会按延升五成四 给了腾讯一个买入的评级 和目标价是530元 你自己有什么腾讯 相信 对Stanley 来说 现在这个价位 应该叫做吸引 吸引 不过是想我穿低一点才买 不过是想持货 你希望再低一点 你问我会不会沽 我都不会沽 昨天有个伯母才问我 看到我说 你会不会沽腾讯 我不会 你已经是腾讯的标志了 Stanley 所以我沽很糟糕 但我不会沽 反而第一次说 有没有机会再骂 再买 其实跌又真是 你说现在一阵差 你只要说 整个科技股的板牌 都是差一点 还有上到4月5的时间 其实你说 马里巴巴那些都是跌的 当然你说现在 有些不同的就是 那边上升 好像腾讯的小时 都是比较差 这个是真的 不过就 又不需要那么担心 因为始终 你是不是腾讯 现在说了它之后的前景 短期的股价震盪 又真的很难避免 因为始终 我想不要单单 是说科技股的行情 你说的小时 都是差一点 所以就 希望它的业势出来 大家收货 另外有点反弹 但纯粹说 公司业务的发展 又不是差的 一直以来 我几乎没有说过 它的业势差 因为业势出来 基本上都是很对板的 而且增长还是很快的 而且你看看 现在的估值上 真的很便宜 到底要 现在的现价只有40年 不可以PE 其实我觉得很划算 好像很久没见过 所以 你说现在没有的 有货 可以再跌深一点的事情 再加注 有货 就可能先拿着 没错 如果持货力强 可能会强低一点 再想想会不会加注 没错 好 谢谢Stanley 你的分析 都和你申报了 刚才提过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呢 有信与有腾讯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